人不应该恐惧死亡,他因恐惧的是从来未曾真正的活过,奥勒良一生莫不是如此,出生到10岁,懵懂无知,20岁,年少幼稚,30岁,莽撞奔波,生儿育女,40岁, 心有压力,工作忙碌,50岁,老太毕露,身心衰竭,60岁,有些人开始离世,很多人的一生,貌似忙忙碌碌,奔波颠倒,却又好像从未曾真正的生活过,某个阶段,若业力不足,除维持原状没有他图,如果足够勇敢,应该继续扛起所有问题往前走,直到因果成熟自动脱落,人对问题的解决方式, 不是试图找到答案,而是背负到可以卸除的那一天,人生最低的境界是平凡,其次是超凡脱俗,最高是凡脱归真的平凡,周国平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,尽情去想念吧,也许有一天,你再也不会如此想念他了,到了那一天,你会想念曾经那么想念一个人的罪, 对,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,尽情去爱吧,也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爱他,也许有一天,当你长大了,受过太多的伤,失望太多,思虑也多了,你再也不会那么吃烈的爱一个人,张小贤我把心给了别人,就收不回来了,别人又给了别人,爱便流传于世,故成, 为什么一桶水放时间长了会变臭,而水冻成冰,以后就能永远保持甘美呢? 哲人说,这就如同情感和理智的区别,梭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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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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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